哈喽大家好今天星期天10月24日每逢星期日我的视频都没人看的很可怜 所以今天我没办法要抽一些手段就是要讲一点数字货币 不然我的视频会很惨很惨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你们也是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学习到学习到一些其他的那个金融商品 因为全部懂一点点是有一点好处的 然后你可以验证一下到底和谐形态是不是只适合用在数字货币 还是也可以用在其他的金融商品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来讲讲黄金 黄金上周有一个非常疯狂的波动 疯狂的拉涨破了1800直接跌回来 然后你们会觉得哎呀甲突破要去空了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商品我讲了很久了 就是黄金是一个市值比比特币大十倍的一个商品 然后它被操纵的非常非常严重 其实目前就是美元一支印钞票其实全部的上面都要涨的 只有黄金这一年是走了横盘 它从这个2000的这个最高价横盘走了一年三个月 然后庄家累积筹码我觉得也是大智商应该足够了 你看这里有个类似一个头肩底的 类似的开始要拉了开始要拉了 然后这一波它也是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线 所以下周如果黄金回到一些支撑我觉得不要怕 就是可以考虑买多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直接碰到这个趋势线从这里反弹 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我觉得是比较保守的一种做法 就是等它回到这条线 会不会很像我分析数字货币的技巧是一模一样的 都一样的 全部这种商品都一样的 庄家爆拉以后给全部的散户跳进去 砸下来一次给他们全部死光光再拉一次 所以两个level值得关注都可以考虑执行做多 然后1790或者1780 止损我建议都要在1760以下才足够的安全 这个是黄金 接下来讲外汇 外汇我讲美元先 美元我还是看好它会先跌再涨 然后真正一个美元的大崩盘 我觉得可能在1618这个level 94.8 我讲了很久了 只是时间的问题它还没有达到 它涨了现在左横盘 碰到就是现在反弹一波去1618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波大跌 当美元大跌的时候 全部的股指全部会疯涨 所以我觉得还有多一波调整 然后才真的美元大崩 然后全部的股指大涨 OK 这是我的看法 然后我们看了美元 我们看一下欧美跟英镑的事 这两个是最受欢迎的外汇 上周我画的小鲨鱼失败了 所以失败我们不挂单 直接突破我们就把它删掉了 OK 就不用去考虑了 现在我们看一个比较大的鲨鱼 下周如果欧元再涨多一波 回到11730左右 这个level 有一个比较大的鲨鱼 碰到了可能会调整一波50 然后市场成了才会起飞 OK 所以关注一下这个level 11710到30左右 这个是欧元 应该上周我说的 它在涨中涨到这个趋势线 主力要小心 OK 来到这个level了 在那边横盘一下子 然后我也不知道它会怎么样 但我们可以画一个趋势线 要空的朋友 你等它再拉回这个趋势线 可能可以考虑做空一波 OK 这个是英镑 然后看看一下其他的 OK 每日也看一下 这个每日拉的很猛的 现在调整中 我觉得真的要接多这个每日 看这些长期的趋势线比较好 OK 这个level 可以值得考虑的是这个level OK 等下我把它滑 OK 这个level左右 这个底跟这个底连一下 如果它真的有调整下来 趋势线上 我们再去接多比较安全 在高的位置就不要追了 跟我们交易其他的商品 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澳元讲一讲 OK 澳元 澳元接近顶了 给它再涨多一点吧 OK 给它再涨多一点点 这一波可能走一个A B 等于C D 其实已经完成了 然后这个level 我不知道会不会转 但它真的再来最后一波 到这个趋势线上 到了一个非常重要 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阻力 再来调整 我也觉得不惊奇 所以澳元 英镑 澳元都是可能涨一波才会跌 然后美元是跌一波才会涨 所以全部都是有关的 给关联的 OK 来讲一讲我最爱的油 因为这两个油 都帮我赚了蛮多钱的 上周那个天然气 调整了一个比较深的 那个蝙蝠 本来我讲886它会转 886在这里 OK 在差不多535这里 然后它跌到113 我的止损真的很净 因为我实在5块钱 然后没有碰到 就跌到504 然后反弹了一波 现在我开始赚一点小钱了 我竟在5块3毛多 OK 祝好运 我觉得这个113蝙蝠也是成立的 然后横盘足够久的 它也要爆拉了 陪着原油全部一起爆拉 我觉得油 这个以后通膜膨胀 第一个感受到的都是油 油跟天然气 OK 所以这个天然气我坚持看多 只要这条线不破的话 没毛病 OK 它真的破的话 回来测试这个反转区 我也觉得还能接受 OK 这个level不破就OK了 只要5块钱不破的话 这个牛市还在 没毛病 OK 原油继续的拉涨中 84了 这个我还在拿走 我68的单 等截到差不多100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看我的截图 然后这个我坚持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赚了几万块美金 真的还挺舒服的 然后就一直坚持 什么波动啊 我都不理 就一直拿着一直拿着 卡尼老师说100块 我相信他 我坚持 卡尼老师也说 这个黄金即将去突破 它的奥太 还有两千多块 所以我也相信 然后只是说找到好的价格 可能可以考虑去入场 OK 可能是这个level 可能是这个level 好 这些讲完了 讲一讲 标普 标普完成的形态 这个是一个没有很 很标准的一个蝴蝶 在127左右 这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波调整 两个可能性 在这里调整 不然就涨多一点点去完成螃蟹 螃蟹的话 我们看的level是1618 再4619 两个可能性 要么这边转 要么1618 这两个可能性 OK 1618螃蟹转下来 也是我觉得机会 机率挺高的 然后下周 我听说恒大付钱了 我不懂是星期五 还是周六礼拜的故事 好消息 应该会拉高股指 所以股指再拉一拉 去到4620 调整一波回到趋势线上 我们接多很好 或者1618我们空一个螃蟹也可能 OK 这个是标普 然后纳指 纳指也是可能走一个螃蟹 但这个就有点比较难实现 因为有点远 还有多700点 700点的话是差不多有10% 差不多6到8% OK 我还觉得它会拉多一波 拉到螃蟹完成16000左右 然后调整一波再继续的上涨 这个是我对于纳指的看法 如果渐渐期内有一些调整 回到支撑线上 站稳了 也是可以考虑去接多 如果你是多军 OK 中国A股也讲一讲 A股这一波拉的挺猛 但它差一点到达我要的level 这个我讲了很多个礼拜了 去到16420左右这个level 希望它到达这个level之后 会有些调整 陪纳指 股指全员部一起调整一波 然后回到趋势线上 那个level就棒棒打 OK 好了 讲到这些讲一讲数字货币 今天10分钟搞定 讲老到老二老三 OK 我也不懂谁是老三了 乱说的 先讲讲比特币 比特币 比特币昨天6万的时候有一个假突破 讲一下 这个是我的XABCD 113这里 这边上 昨天晚上这里 这类似出现了一个假突破 OK 这里有报增量 然后这里直接下穿回来 所以我觉得牛还很强 所以如果要我选择的话 我觉得这个腰腰上蝙蝠 昨天我在观点上有说的 5万8我不知道会不会达到 但这个level我觉得可能会直接从这边反弹 现在形成了一个左肩头 可能这边要形成一个右肩 行完后可能也是会拉一波的 OK 所以我没有比特币 但我有买老二以太坊 然后我给你看看以太坊为什么我会买 OK 以太坊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我昨天的视频 我说弹一次可能可以买 但我第一次没有抓到 他弹第二次我就买了 差不多在4000块左右 现在小赚100块 但希望他可以继续的弹 他真的在下来我也不惊慌 可能弹就涨了 OK 以太坊长期我们可能可以看蛮远的那个价格 OK 长期我们可能看这个是一个形态 可以比点在886的话 可能会走一个1618的一个升线去到6000块 所以我不是FOMO 我是以我的规则去做 然后再预测一个未来的价格 真的去到6000块也是涨一个30% 也没有很夸张对不对 所以还没有进场的朋友涨的时候 不要注意如果他跌会一些支撑 我们考虑在支撑位去抓一抓 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OK 我有Litecoin Litecoin在193左右买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 谈的第一次我买了 然后涨上去 跌回来是我出场 又谈一次比特币6万加突破 然后我又进来 在192193左右 现在开始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Litecoin 比起以太坊跟比特币的价格 它可能感觉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撞价可能会比较想要拉这个 因为比较便宜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Litecoin 潜力不少的 然后我买了 我的止损就设在185左右 他真的下来就倒我止损 成了七八块的止损 他真的涨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会突破 他十月份的高 应该是牛市会积蓄 OK 最后一个我讲我有我的币 就是我还有一个Matek 昨天买的 155左右进的 OK 然后我昨天早上的视频说的 150左右这个level 谈谈这个level附近可以考虑 群里好多朋友都又买了 还有很多人问我的群 我的群只给我们的付费学员 可以参与 所以不好意思 公众我们在TradingTube上 还有其他的渠道 我们在这边公开的聊就好了 没办法 我不能服务这么这么多人 然后我的时间也是有限 所以在这边聊聊 每天看我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OK 这个level你看 涨了横盘很久了 横盘差不多两个礼拜 然后开始又发射了 昨天突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了 所以我相信这几天 他在这个趋势线上谈谈 或者回到这条趋势线上 都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支撑 然后会反弹一波 这个是Matek 好啦 10分钟了 我今天就说到这了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箭头放在欧 黄金黄金 每次讲黄金可能比较多人会点赞 好啦 祝大家好 好运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谈出货币 记得不要吝啬免费的评论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 祝你们好运 拜拜